星期六在新刊暴12州的Hampton Beach 一架小型飛機墜落到附近的海中 飛行員行傳獲救 目擊者表示 当时飞机突然墜落至海上 海滩上有不少游客 事发之后 飞行员从飞机残骸中游出来 救生员和游客合力将飞行员拉回岸上 随后又将小型飞机拖上岸 飞行员未有受伤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证实 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 并表示会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